大家好,我是老五 时间不得真快 这点点呢 我们家的视频暂停差不多有半个月了 老五在这里谢谢家人们对老五的支持 对老五的关心 虽说我妈已经走了 老五特别伤心 但是老五还是愿意把我妈生病这个过程 奋演给大家 我妈就在4月25号发现身体不适 因为当时老五看我妈情况不好 老五就及时的打了120 把我妈逢到了医院 我妈到了医院之后呢 她属于上屋下屑 当时情况特别不好 老五也特别紧张 特别害怕 最后老五就赶紧问医生 说我妈是怎么回事 最后经过医生的检查 我妈呢是糖尿病后期 糖尿病后期呢 也是这个糖尿病病发症 医生说像这种病啊 是不可能治愈的 当时老五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啊 老五就更加紧张 更加害怕 哪怕是有一点点希望 老五呢 都要去给我妈去治疗 最后老五就赶紧跟医生说 让我妈住院吧 让我妈呢 住到了中正监护室 但是在中正监护室 住了几天呢 治疗了几天 孩子不幸 对我们而去 我妈呢这次离开啊 让老五特别伤心 在此呢 老五也特别感谢这段时间呢 家人们对老五的关心 因为老五知道 这段时间呢 我们也没有更新视频 有很多家人们呢 也特别想念 我们家这些帮猫孩子 下面老五就给家人们呢 看一下我们家这些猫孩子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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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